今天我将向大家展示如何安排和分法Blitz Reports 首先我们需要从Blitz Reports表单中运行报告 我们打开Blitz Reports表单 比如说这个例子里是The Jail Balance 然后我们运行一次 现在你会看到状态在处理运行中 一旦完成它会先时输出文件 每个列表报告都作为后台请求运行 要安排它我们需要知道已经运行了一次 我们去查看请求 从这里我们运行它重新运行请求 在这里我们有我们的请求可以复制它 或者重新运行它 然后我们会多次运行它 从Blitz Report表单体交后 在这里重新运行的原因是因为参数防止正确 所有Blitz Reports都在一个叫做Blitz Report的程序名下运行 第一个参数是报告名称 第二个参数是模板等等 实际的报告参数在下面 但在Oracle屏幕上 它们只是叫参数一二三四五等等 所以你不知道 比如第五个参数是张博名称 第八个参数是期间名称等等 因此你需要现在Blitz Report表单中运行它 然后将其复制 然后我们可以按需定期安排它 我们还能 比如增加日期参数 这也是可行的 如果在Blitz Report中有日期参数 如果勾选这个复悬框 它会自动增加 但安排Blitz Report的原因 通常是你想让输出自动发送到某个地方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在这里制定交付选项 我们可以指定一个电子邮件 通过FTP发送到制定的服务器 或者是用这个云的Web Devo发送信息 最受欢迎的是电子邮件 为了方便用户 我们将电子邮件放在选项屏幕上 你可以直接从Blitz Report表单访问选项屏幕 当你点击这个灰色区域时 它会打开一个小窗口 在这里你可以选择电子邮件 你可以使用编辑期输入电子邮件 也可以使用分号或逗号分隔 或环形分割的多个电子邮件列表 或者从直列表中选择电子邮件 让我们选择我自己的电子邮件 然后我们就可以这样发送 让我发送一下 现在我们继续查看请求 让我们查看所有请求 当我们在Blitz报告屏幕中 填写电子邮件时 在详细信息中 我们发现电子邮件的发送选项 已经填好 这就是Blitz报告发送邮件的方式 它只是从Oracle自动填好发送选项 然后有Oracle的标准后 处理管理器发送电子邮件 这里你可以看到主题 我们也有一个主题 这什么人主题 它是用詹维辅 所以例如在电子邮件主题中 它会动态低先是返回的新书 你也可以创建自己的电子邮件主题 并根据需要修改 让我给你看一下 电子邮件的例子 这就是一个例子 你可以看到这是结果 这是主题 它先是报告名称 检索到的记录书等等 你去告报 输出文件和你在服务器上 得到的文件是一样的 这就是邮件发送方法的工作原理 除了电子邮件 让我回到Blitz Report页面 我们在屏幕上还有更多选项 让我们移出电子邮件 例如这里有输出格式 我们可以将格式从Excel更改 为使用分格符的文本格式 比如CSV或TSV 或者你也可以自定一个自定义 定界符 这些文本输出格式 通常需要使用Blitz Report 作为一个到处借口 而目标系统需要文本格式 而不是Excel格式 这时候你就可以使用这些选项 或者你也可以使用自定义的后处理功能 这个自定义的后处理功能提供了很多灵活性 因为你可以创建 或者你的技术团队可以创建一个Shell 叫本来执行一些特定的后处理操作 比如我们有一个客户在处理完毕后 自动讲输出文件转换为PDF 然后将它们放到EBS之外的另一个网络服务器上 这样访问该网络服务器的用户 就可以直接从哪里下 在PDF文件 而不必经过整个过程 所以这种事情是可以做到的 我们这里有一个例子 讲输出文件从Excel转换为PDF 因此这些事情也可以在这里完成 此外 现在它正在打开PDF室里 此外在这里下面还有更多选项 最后三个选项 这些选项对用户是不可见的 他们只对开发者有访问权限 因为通过这三个选项 你可以把输出文件的副本 放到额外的服务器目录中 或者在这里的数据库节点上 你可以选择服务器目录 或是在应用服务器上 让我给你演示一下 这是如何运作的 假设我们想让一个额外的输出文件自动 放到文件加TMP中 然后我们可以根据我们使用的参数 让文件加名称动态变化 这很好 因为我们可以 例如根据我们在报告中使用的参数 自动创建一个目录 假设我们想要一个单独的目录 在目录路径中包含分类张名城 还比如说财务器件 在我们这样运行的时候 我们先为一月份运行 然后再为2月08号再运行一次 所以现在我已经运行了两次 那么我们预期在服务器上 会有一个叫 Charge TMP的文件夹被创建 然后是分类张名城 然后是旗舰名城 所以让我给你展示一下 所以这是对XSD应用程序服务器的访问工具 在这里我们有我们的TMP文件夹 在这里我们现在有一个叫做 Vision Operations的文件夹 以创建 那是分类张名城 这里我们有我们的财务期间 这样很好 因为这样一来 你可以再月摸掉 读一个病法请求列表 或一分闪电报告列表 然后自动把所有需要的文件放到 一个特定文件夹中 例如 以财务器件名称 作为文件夹名称 你还可以在一个请求集中 使用闪电报告 例如 这样一来 你就可以在一个请求集中 同时运行它们 所有这些事情都可以做到 好吧 那是闪电报告调度的快速介绍 谢谢观看 再见